你就安安心心地 去做你的城里老头 但是这个你要收着 我们一人一份 那这个事 是你去跟你爸说 还是我去说呀 我去吧 我们一会儿正好收到子 那你可得挑个好法子说 这么大的事我怕你爸 一下子也接受不了 你知道吧 放心 放心 我知道 那请回 那我回家等你的好消息 走了 杨阳 你慢走 好 这个九十八 行 好 好嘞 爸爸 今年大丰收啊 你算得数真准 是啊 你爸爸我种了一辈子地 倒数在手上一捏 心里面就有数了 你看看多少 来 九十二 我觉得我们明年会更好 那是 像我们父女俩这么一起干 肯定是 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做一些改变 一定比现在更好 改变 不愧是我女儿啊 不愧是我女儿啊 这刚刚回来一年多 就已经有想法了 好得很 九十八 吃饭了 好 大家先吃饭 吃了饭接着干 快 吃饭去吃饭去 吃饭去 之后你又把那些 抛光的地都收了 云云公公加起来 差不多两百来目吧 我回来之后 我又流转了一些土地 有三百多目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如果把这些 分散的地连成一片 会不会打开一个 不一样的指引 局面 这读落书就是不一样啊 爸爸怎么也想不出这个字 局面不错 局面大好 图 这不是之后点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 如果把那些中间的田地 都流转在一起 就像七小板一样 把它拼成一整片 彻底形成规模化种植 经过统一改造 把它们全部 变成高标准粮田 我们用更现代化的方式 来管理 瑶瑶 要是这样的话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要好好考虑考虑 我算过了 如果我们真这么干 差不多将近一千 一千多亩水稻田吧 到时候我们引进新技术 智能化的农业设备 我跟你讲那个无人机 到时候在田间巡逻 行 行 行 你等会儿 等会儿 爸爸就想问 你这件事情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你算过没有 得 得花多少钱 就单是土地流转这一块 一百万 一百万 瑶瑶 我和你妈妈一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不同意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你先 我先问你 你这一百万你到哪儿 你去弄去 首先我跟学农叔 已经签合同了 他们家的地 已经流转过来了 而且 我最近也已经在跑贷款了 贷款 你下次贷这么多的钱 没事 没事 你贷这么多的款 你都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你就跟方学农 你们两个就 不是 你看你回来这一年多 我们手上的土地 都忙活不过来 你突然要搞这么大的规模 那些什么新设备 新科技 你说飞来飞去的 你一千亩这粮食 就涨出来了 怎么可能 这重计真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还有 你这一百万贷款 你怎么还 加上利息 你怎么还 还不起怎么办 爸 我绝对不同意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爸 你别着急 你听我跟你 方学农 我这事还太上事了 爸爸 方学农 给我站住